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讲台南道路的故事 中华东路 好的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 开始跟大家聊台南中华东路 这条很主要的干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南 不是我们都知道 台南人都知道 台南市中华东路 中华东西南北路 加上永康的中华路 这样刚好可以结成一圈 绕着台南市中心这样刚好一圈 那么中华东路这一段又是非常重要 因为中华东路这一段 从头到尾都是省到台线 也就是说你在台南生活 或者你在台南玩 你说你没有用到中华东路几率 真的是不太大 当然如果你是外地人 你要去安平玩的话 应该是不会走到中华东路 这倒也是真的 但是中华东路在中华东西南北路 当中算是最热闹的 当然你说永康的中华路热不热闹 我觉得蛮热闹的 但是那属于永康 我们这个系列跟大家讲 是台南以前台南市里面的 这个旧的台南市 不是现在新的台南市 就是不包含以前 旧的台南县的这个范围的 主要道路的故事 我们上一次 是从中华东的最南端 就是所谓的中华路桥 这边开始往北跟各位讲 我们讲了中华路桥 我们讲了下面的德安百货 今天我们继续从德安百货 继续往北 要一直讲 看我们可以讲多少 算多少 讲不完的话 我们多分几集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 中华东路的故事 好的 在我们上集节目 我们讲到的是德安百货 开幕了就 我有印象当中 开幕了就开幕了七次 我相信不仅创下台南百货业 开幕的记录 应该创下全台湾百货业 开幕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德安百货 后来还是歇业了 现在在我们节目录制当下 那栋大楼整个是空的 我们上次也跟各位分析了很多原因 这边我们就不再重复赘述 可是在他后面这边的台塘长荣桂冠酒店 开幕一次 一干净动 开到现在这个生意还是非常好 毕竟这个地方旁边就是所谓的台南势力文化中心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来很多烧人默客 很多小朋友 很多爸爸妈妈 带来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什么的 我记得我家还没搬过来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以前住台南 偶尔会来台南文化中心 这边看看表演 听听演唱会 或是逛一逛 自以为自己是个文艺青年 其实台南文化中心这个地方蛮好走的 因为它不仅文化中心本身有蛮多东西可以看 它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叫做巴克里公园 巴克里是谁 请各位自己上网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边叫巴克里公园 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巴克里公园 以前它的面积算是蛮大的 现在因为它后面有个重画区 那个重画区我不确定它叫什么名字 应该叫重圣重画区 那是最近台南市整个东区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重画区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台南市的东区的地价非常的昂贵 难得又有重画区开墾起来 所以吸引了很多建商磨刀祸祸 以前在巴克里公园这边是没办法路直接通到另外一头二空那个地方 现在路已经打通了 所以巴克里公园这边的人车就越来越多 巴克里公园里面我是几乎是没有去过了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在走公园的习惯 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是不大清楚 不过我知道附近倒是有一些不错有趣的东西 什么呢 这一带吃的东西还不少了 光是在中华东路上面 就所谓的十二锅 擎天包子 董珠 那么在崇明路上面也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但是你说吃起来怎么样 其实我不大清楚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几间店 晴天包子好像有买过一次 其他店我几乎都没有再去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自己去一个人吃东西 因为我这个人虽然兴趣除了玩车以外 还有一个是做菜 但是我对于食物的要求不是很重 我不会说一个人无聊 自己去吃个什么好吃的东西 很少 我必须这么讲 很少 所以我是每次经过这些地方 我就看到外面人大排长龙 这个都要等待等位很久 大概除了疫情非常严峻的期间不用等以外 其他你基本上饭点过去都要等都要排队 想必不会太糟糕才对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网络上的评价也都还不错 只是这边有个缺点是说 这边停车很不好停 因为中华东路上面 基本上到了文化中心以南 这边才有一些路边的停车阁 以北算是一个示范道路 所以他基本上路边没有什么停车阁可以停 那这边也因为他是住宅区 所以这边其实也很缺乏停车场的空间 那在这一带吃饭 这个停车就会比较困扰一点 不过其实中华东路好吃的东西 当然也不止这一块 当然我再次强调 这边东西到底好不好吃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再往前一点 这个我就吃过了 这个中华东路往北 依次过的文化中心 会到了崇明路 崇德路 还有崇散路 那么在崇散路的交叉口 这边 它有这个当然四个三角串 一个block 一个街区 那在这个右手边会先到一个正中排骨饭 这个正中 不是正中 就是那个有卷蛇 一个中再一个新 如果各位有来南部观光的就会知道 其实在高雄 在台南 很多这种大的十字路口 就会看到就正中排骨饭 然后上面写个王志和创立 其实这是一个南部起家的一个便当店 那他的这个便当 你说什么特别的好吃 我觉得OK 就是一般便当店该有的东西 比方说物美价廉 比方说菜色丰富 每天更换配菜 什么的 当然口味也是比较偏重一点 可是它标榜的是什么 第一个 它外观的外想装潢的很气派 一般店店 你可能就随便弄一个亚克力看板 弄一个亚克力招牌 结束了 里面稍微再装潢一下 但正中排骨饭 它这个店面的气势非常的强 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什么大排档 好像是那种海霸王等级那种餐厅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什么 它内部内用的装潢 其实是很高级 我们常说吃东西 几分吃装潢 几分吃食材 这个地方我觉得 它的东西虽然没有到特别的好吃 但是你在装潢之下吃 你会觉得东西还真的蛮好吃的 我们一般便当店 可能桌椅都是塑胶的桌椅 可能地上就是磨石子 或者随便铺个地砖什么的 正中排骨饭 它的内用区 其实它的装潢算是蛮高档的 比较像是一般的 普通中等以上的咖啡店的等级 所以在里面吃东西 我们就觉得 果然东西变得比较好吃一点 在疫情之前 我偶尔也会去正中这边包个便当 在楼上那边吃一吃 觉得这个口味真的是 蛮下饭的 看着这些装潢东西觉得特别的好吃 那么在正中排骨饭的另外一头 在左边这个方向 是竹号错青州小菜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竹高错 这个青州小菜 顾名思义就是自助餐 自己夹 而且这间自助餐很好玩 因为以前我也常去 我们常说 世界上有好几个谜团 比方说百慕打三角洲 比方说母大陆 干瓦剌大陆 还有一个是什么 自助餐阿姨的价钱的算法 其实这一间 我可以跟各位讲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完全知道他怎么去算 而且每一次我都抓得住 因为他会告诉你 他的这个季菜的基准是什么 比方说这一盘菜 一份是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他的一份的分量大概是多少 其实他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我大概去个一两次 我就知道他这个其他钱怎么算 每次我都可以抓的算是蛮精准的 而且更重要什么 这边是白饭吃到饱的 这个饮料汤也是喝到饱的 而且还有加免费的肉燥 可以让你一直加 所以其实去那边都是假仇拜 就是把它吃个饱 那这边呢 就是价格也不算是很贵了 如果你会夹的话 像我知道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算钱的技巧呢 就是一餐60块 就可以吃的非常饱了 以前的物价来讲 我觉得算是蛮不简单 当然吃的非常饱 但是你白饭可能要吃个两碗 汤可能喝个两碗这样子 那这边呢 另外一个可以跟各位补充一下说 那为什么这边叫做竹浩座 那闽南语叫做迪哥座 为什么他要取这么奇特的名称呢 其实如果你是在地人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这边这块地的这个名字了 这个迪哥座呢 其实是台南东区很大一片的地 都叫做迪哥座了 这一代的这个地号什么 都叫做竹浩座 几号几号几号了 其实你如果隔着中华东路 你再往仁德的方向走 再往东半部的方向走 那边叫做德高座 那如果细心点就会发现 其实竹浩座跟德高座 闽南语念法都是一样 都是迪哥座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早年在清朝的时候 这一代都叫做竹浩座 顾名思义呢 这边很多迪哥座的房子 也就是竹子搭建起来的屋子 其实如果你对台南地理 还有点了解的话 以前台南一宗 台南一宗有个旧的名字叫什么 叫竹园岗 也就是以前那个地方 都是一片竹子 所以这个时候台南很多竹子 大家建房子就用竹子 来盖房子的屋顶 盖房子的主要结构 当然主要结构可能不行 反正像我的阿嬷家那边 房子里面有看到竹竿 整个这样子一整根 当做一个墙面的支撑建筑结构 这边有很多竹子搭建的房子 所以这边叫竹浩座 为什么后来一半步 就是隔着中华东 往东那边 为什么叫德高错 据说是那边后来在清朝 就出了一个禁士还是举人 跟曹廷在禀报他的出生的时候 曹廷有官员觉得说 这个地方叫竹浩座 可能太普通了 干脆就改名 反正你考上这个禁士还是举人 你是德高望重 所以这边就改名叫德高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华东路以西 这边叫竹浩座 以东这边叫德高错 其实以前是同一块区域 附近附带跟大家聊一聊当年的地理 其实在街角口 还有一个7-11 7-11各位说没什么西起 不过你仔细一看 在中华东路跟重山路加沙口 旁边还有一间7-11 隔了一个小小的路口 大概我相信这两间7-11 直线距离应该不到50公尺 这在便利商店的开设来讲 算是很罕见 因为一般来讲便利商店 你当然不同间的系统 当然是没有关系 同间系统它有一个排斥的规则 那我就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两间7-11会开得那么的近 不过在中华东路路口这间7-11 它以前是一间叫做万福羊肉炉 万福羊肉炉 它现在已经搬到永康的中华路 也就是中华东路再往前走 大概三五公里 其实这间店我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因为这间店便宜又好吃 分量超级多 三个人一千块的菜 其实基本上吃不完 而且它旁边有一个 当时还有一个特约的停车场 其实车还蛮好停 因为它每次人都没有很多 东西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常常会有些特价的小菜 像什么Allland 像什么甜不辣 一盘100块钱50块钱 一些促销什么的 其实吃的很饱 我以前常常去那边吃 现在它搬到永康去的话 离我比较远 而且最近疫情期间 我比较没有在跟火人吃饭 所以现在新的万福羊肉炉 我有去过一两次 我觉得口味没有变 但是到底现在具体最新情况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以前它在中华东路 跟重山路交叉口的时候 这个我常去 我非常推荐 它口味也算是相当不错 但是现在已经改成7-11 我觉得有点可惜 那么除了这些路口以外 再往前 中华东路过了东门路路口之后 在左手边还有一间叫做互品上海汤包 顾名思义它就吃广式料理 在吃小龙汤包的 什么凤爪 什么叉烧包 其实这个口味也不错 之前有日本车友来台南玩的时候 我也会带他们去那边吃 而且他旁边也有附设一个停车场 其实停车不是非常的困难 东西真的还蛮好吃的 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如果说你真的要经济实惠的话 其实台南还有别的小龙汤包店 就是那种平价的消费 但是口味也不错 但是互品汤包 它基本上装潢是蛮高的 服务也不错 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必须这么讲 关于其他台南哪里还有好吃的 小龙汤包 我们之后再讲台南道路故事 会跟大家好好地推荐 毕竟我们这个是以道路为出发点的节目 我们不是来推荐美食 当然我们可以附带看到什么就讲什么了 好 这个是中华东路上面的美食 大概跟大家先汇整一下 那么过了重山路继续往北 下一个路口 我忘了是什么 那个马路名称叫什么 我现在忘了 它那个路口有一个福斯汽车的展示间 在福斯汽车展示间后面有一个当年 前几年还是赫赫有名的脱钓厂 叫做东人脱钓厂 这东人脱钓厂当年在东区是赫赫有名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台南市东区曾经有好一段时间 是所谓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脱钓 我们知道台湾的道路违规脱钓 全台湾都是招标民间的 警方单位他当然他自己自备有脱钓车 不过脱钓车主要是拖一些什么查扣的车子 比方说什么酒驾 或者什么灶淘 什么这种涉及刑事案件的车子 一般交通违规的案子 它拖来不及 因为它的配置的拖车没那么多 人力也没那么多 所以一般县政府都会去招标民间的去投标脱钓 台南市曾经有好几年都是那种无政府 就是民间招标通路流标 所以路边随便停红线随便停 当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我记得是在之前的市长任内 有违规停车然后造成死亡车祸 于是市长非常的痛定失痛 下令决心一定要整顿 所以它就敦促这个招标案顺利的完成招标 然后开始雷利风行脱钓 那一阵子我记得大概三年前 那时候台南市东区 你胆感红线违规停车真的会被拖走 这个是脱钓速度很快 你整天都会看到那种白色的脱钓车 那个扶手 那个什么乙斯族的脱钓车 到这边巡拉巡拉车 看到马上弄走 不是白的还是红的 我有点忘了 因为这阵子已经没有看到了 然后就拖到这个脱钓厂去 因为以前我的停车位 我曾经住在拖车厂后面的一个建筑的停车位 我三天两头去拿我的车 我听到后面拖车厂那边大响声 什么有点没的 当然他们拖车厂 我觉得它拖掉违规停车有点过头 怎么讲 我们之前还有看过新闻上有报道 有一次有保全 就是在运钞那种保全车 他们在执行勤务 可能就停在红线 然后整个车就被拖走了 保全他不知道 他就抱着 他以为说我的保全车整个被偷走了 不得了了 后来警方出动警网去查气 才发现被拖去拖掉厂了 另外一次更夸张 另外一次据说是有火警 然后除了消防队以外 还有那种义勇消防队 好像是义勇消防队的车子 还是什么水箱车整个被拖走了 我觉得也算是有点不可思议 虽然说语法可能是有据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通一点人情事故 而且这些运钞车也好 消防车在执行勤务 真的算是违规停车吗 这个我就真的是觉得这样拖掉 真的是有点过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一阵子台南市东区的红线 真的没什么人敢停 停一下这三五分钟 车子就被拖走了 所以造成了不少的民怨 那前一阵子应该是他的合约到齐了 其实台南东区这边民众是放鞭炮进驻 现在你来台南东区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红线的车子会比较多了一点 但是大家没有像在东南拖条厂出来之前那么的夸张 之前那几年真是无政府中在什么违规停车并卖停车一大堆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心存侥幸 能的话就停在合法停车位 不是说为了要省罚单钱 如果你因着造势有这个造势责任 那其实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以前的一个遗迹 东人拖料厂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一般的 就是委外经营的一个平面的停车厂 所以现在看不出以前的那种盛况 东人拖料厂 动不动这车车满为患 一大堆车有的没的 好的那至于中华东路过了东门路之后 又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留在下一集节目 去跟大家好好聊聊 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聊中华东路 从文化中心以北 一直到这个崇山路路口 还有这个东人拖料厂 这边当年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 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